這次其實就要Proof 在兩個任意的有理數中間 存在著無限過其他的有理數 那可以怎樣做呢? 我們有一個條件 就是A小個B 那A小個B可以怎樣做呢? 由A小個B出發 A小個B 然後我們有兩個A 就是兩個小的數字加起來 當然它小個一個大加一個小的 大個是B,小個是A 這個表達式也小個兩個大數加起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只要把這條表達式 整條除以二的話 我們就會有A小個A加B over 2 小個B 咦? 先看看 我們本身由這個出發 是A小個B 但是經過這個表達式玩一下玩一下 我們發現 我們中間可以插一個數在中間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再主要看 一條數吧 我先給一個符號 這個我叫它做A1 在AB裡面可以插個A1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由於我之前說過A和B其實是任意的 對不對? 那我其實可以說 A 它是一個A1 對不對? 因為A和B是我給的 任意給的 對不對? 那 A 如果代下去 是A1 應該是把A1 代到A 小個B的話 那經過同一個步驟的話 我們 也可以在中間插一個A1 小個A1加B 小個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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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一樣的 就是這樣 濕下去 A1 等於A 下去 那濕完它之後呢 我們發覺 咦? 裡面又可以再插多一個數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新的數呢 我們可以叫這個數 叫做 A2 對不對? 那Generic的看 我們 基本上就已經做完這條數了 怎麼說呢? 如果我在下面畫一條數 一條數 我們有 這個叫做A 這個叫做B 對不對? 那 第一條式我們證明到 在A和B 中間 剛剛在正中間 我們可以畫一個數 叫做A1 那這個也是有理所來的 那我們已經有第一個了 那 而在A1和B中間 我們又可以畫一個數 叫做A2 這個也是有理數來的 剛剛說了 那 既然是這樣 我們其實可以 重複這個動作 甚至是無限次 因為我們每做一次呢 我們就證明它中間 多一個有理數 那我們可以不斷重複 這個是A3 這個是A4 一路去 那我們呢 最終就會有一條 類似這樣的表達式 就是 A A 小過這個A1 小過這個A2 小過有A3 A4 不斷有的 中間你可以不斷插 插完一半 一半又一半 這樣開 不斷開 開到最後呢 我們會小過這個B 那我們 搞定了 因為我們剛剛證明了 中間這些A1 A2 A3 A4 全部都是有理數來的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已經證明了 A 和B 中間呢 剛剛好就存在 畫面 看到這些A1 2 3 4 5 6 這些無限過其他的有理數了 證明完畢